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悼念罹难台铁408次 泰鲁阁号的两位台铁司机 今天全线列车9点28分 同步鸣笛5秒钟 台铁408次泰鲁阁号 撞工程车出轨 造成50人罹难 火车驾驶灵会发起了鸣笛悼念 上午9点28分 全台列车同步鸣笛 列车缓缓使进七毒火车站 鸣笛声大坐 长达5秒钟 台铁同仁对于事发不幸意外 深感悲痛之外 也希望用鸣笛的方式 来悼念罹难者 基本上遇到这件事情 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那我觉得 就是针对我们的司机 也让我们也对 这个所谓的罹难的家属 也是一种偶奇的一种尊重 还有其实我觉得不只做单纯 对我们的伤亡者的家属的慰问 还有我们也向救难人员 以及曝光人员 尽最大的质疑 而同样在机会火车站 列车抵达机会火车站 列车长孙上系上黄色丝带 表达最道之意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多次参加法国公募 祭拜仪式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 公孙梦 特别拜访机会市长林又昌 肯定林又昌这里城市的成果 就像法国俗语所说的 用不同的线 把这个城市绑起来整合为一 他还表示疫情过后 将邀请法国专家 到台湾来学习基隆经验 在多次参与 基隆法国公募祭拜仪式后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公孙梦 特别拜会基隆市长林又昌 林又昌表示 前年曾造访法国巴黎 留下深刻印象 也希望未来基隆与法国彼之间 能有更多的互动往来 因为台湾发生台风的关系 所以我到了巴黎之后 马上又赶回来 不过我们的团员 继续的进行参访 也非常谢谢大使 大使馆还有法国政府这边 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 一个规划跟安排 大家留下非常深的一个印象 那这个也收获很丰富 那这个也希望未来 这个基隆跟法国的城市之间 有更多的一个往来 公孙梦除了感谢 基隆市政府与当地居民 藏起来对埋葬阵亡 法国官士兵的法国公募 关怀与协助 也肯定牛昌上任后 对基隆城市的改造成果 就像法国谚语中 把这座城市用不同的线 绑起来整合为一 最后基隆市长刘昌 与法国在台协会主任 公孙梦互相交换礼物 公孙梦表示 等疫情过后 他将邀请法国专家 到台湾学习基隆经验 希望法国与基隆 能在基隆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交流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导 而台大城乡所毕业的 基隆市长林又昌 重回台大工学院国际会议厅 以解决台湾城市的 发展困境为题 进行了演讲 畅谈他如何运用 城乡所的训练 以及毕业后 在行政院等工部门的历练 成功翻转基隆 这一座老旧城市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本身是基隆人的 台大城乡所所长 陈良智表示 基隆近几年 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因此他特别请 台大城乡所毕业的 大学长林又昌 回校与学弟妹分享 如何成功翻转基隆 这一座老旧城市 因为基隆市任务团队 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出 台港三层的建设规划 要把基隆市的市 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变 特别是一些 随着国人旅游的新盛 很难想象基隆 现在变成 今年的Xpedia的票选 基隆市国内的十大旅游城市 这个是我身为基隆 我一直很难以想象的 以你我如何来解决 台湾城市发展的 困境与问题为主题 进行演讲的林又昌表示 城乡所的训练 让他拥有批判性能力 整合不同专业能力 规划未来的想象力 及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对他领导基隆市政府团队 推动市政有很大的帮助 城乡所的训练 因为并没有把同学绑住 它鼓励大家去接触 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当然也会 我觉得是至少是让我在后来整个的过程里面 是保持了一个对未来思考空间的一个开放性 所以可以容得下很多不同的一个声音跟建议 刚刚在讲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 对不对 我当然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听得进去 包括我们徐处长还有很多 包括我们科长也是一样 开会的时候我从来不会阻止 而且反而是鼓励他们要整好 毕业后在行政院等政府部门的历练 更协助他突破公务体系的魔咒 去除本位主义 鼓励同仁积极认识 让基隆市政府重新获得市民的信任 与中央单位的重视及支持 我们是怎么做法 几个原则 第一个不计较工作 反正能够做的我们就做 第二个抢工作做 是他的事情没关系我们来做 我们出苦工 但是我们没有钱 钱你们出 苦工我们做功劳大家分享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说 跟徐处长做事好像还蛮有点意思 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 不要把我们的问题 变成别人的问题 我在基隆市我们是这样做 我们如果提问题 我们一定给答案 从四港再生标杆计划 上海城串联 国门广场 大基隆历史场景整合再现 以校园为核心的城市改造 及正壁渔港色彩计划等 牛昌系数上任后推动的多项重大政策 一陆续看到成果 或将在这一两年实现 也证实改变不是口号 基隆做得到 其他城市也行 改变其实是真正可以有一些方法跟策略 然后把不可能的事情把它变成可 那基隆刚刚一开始 大家看到基隆条件这么差 可是在基隆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相信其实在其他的城市 没有道理说做不到 那所以我们觉得也蛮开心的是 基隆的经验应该可以给其他的城市 作为一个参考 而且也可以鼓舞其他城市 对自己的一个信心 以及对未来的一个信心 既然我们都做得到 其他城市 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 刘昌强调 他推动城市改造的初衷 与城乡所理念契合 就是透过社会参与 让基隆市民找回光荣感 并行速未来城市生活的样貌 他也邀请学弟妹 今年10月到基隆参加城市博览会 亲身体验蜕变后的基隆 为了帮助农民 以及基隆市中山区的陆市民众 为在中山区通仁街的征府宫 特地购买了150箱 大约1000多颗的高丽菜 在基隆凤凰狮子会 和市议员庄敬盛的协办下 共同做爱心 分送给中山区1000多户的低收入户 为了帮助农民 以及基隆市中山区的陆市民众 为在中山区通仁街的征府宫 特地购买150箱 大约1000多颗的高丽菜 在基隆凤凤狮子会 和市议员庄敬盛协办下 共同做爱心 在通话里民活动中心 分送给中山区各里 总共1000多户的低收 中低收以及独居老人等 弱势民众 每户一颗高丽菜 非常感谢我们中山区 所有的里长 来共同一起来 发挥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 共同发放给独居老人 中低收入户 以及低收入户的一些比较困苦的民众 我们 挺农民 顾弱势的一个捐赠活动 就这样如火如土地开始展开 用最新鲜的高丽菜 让大家一起来品尝 同时 我们也感谢我们 基隆凤凤狂狮子会 的三心意举 来共同来发挥这样的一个精神 煮了很多高丽菜粥 以及共同发放高丽菜 以及我们测雪堂的活动 也都在这个活动共同来举行 但是要需要有一些赛心人士 来帮他们做统筹 来分给需要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政府工 然后我们装印座服务处 还有我们3.0N区区 还有我们各位里长 来去做这个分发的动作 一方面是不要让食物浪费来 第二方面也是让这些卡扣 可能他们不好意思 可能他们不知道这资讯 可能他们刚好就是没有机会 分到这些屋子 那今天透过这个机会 然后配奖再来 开心能够共襄胜举 一起来帮我们基隆 过得更好 过得更幸福 政府工委托基隆市议员 庄敬胜对外表示 由于个理的弱势民众 许多人都没有办法亲自来到 通话里民活动中心 领取高丽菜 因此主办单位 政府工和协办单位 基隆凤凤凰狮子会 以及市议员庄敬胜服务处 一起派车把高丽菜 送到各户弱势民众家中 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根据大台北地区 捐血中心的资料显示 亲民廉价的血库安全存量偏低 特别是在A型血的部分 因此廉价期间 基隆慈母功德会 特地在七读火车站前 办理捐血活动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支持响应 也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亲民廉价期间 基隆慈母功德会 特地在七读火车站前 办理捐血活动 这呼吁大家 跟踊跃的捐血 大家公布大家做 关于是好事 我们还在检查身体 所以都希望 这些官的人 够多来帮忙这个社会 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在内的许多爱心民众 也都热情支持响应 晚秀捐血 我觉得捐血可以帮助很多人 然后对自己自身也没什么影响 也没有什么伤害 是一件好事 应该大家多多帮忙 捐血对我们新陈代谢 很好啊 市议员张耿辉服务处 每年 每年 经有四次的捐血活动 这一次配合我们母亲别人的血迹 来办理这个有益力的捐血活动 然后来供应我们各捐血中心 因为有些血的方法不足 在这边我也供应我们所有热血的市民朋友 希望你有肩血的条件 能够有营业的肩血 市议员张耿辉服务处 根据大台北地区捐血中心提供的资料表示 到清明廉价左右 血库的安全存量偏低 特别在A型血的部分 因此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记者吴俊松 基东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车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我懂得聪明写车 缴纳排造税 我也有一套 现在只要手机下载行动支付APP 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可以轻松完成缴纳 当然 其他疑惑方式也可以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任你挑选 开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轻松缴纳 动起来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 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音乐是一种沟通语言 也跟情绪 氛围 记忆 回忆息息相关 医生歌手李咒林 将医学专业与音乐 带入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将耳熟能详的歌曲 与抗老化的方法交替进行 让现场引发长辈收获满满 想要抗老化很简单 医生开出音乐处方 用音乐唱出深呼吸 与良好的生活态度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凡事不要太计较 医生歌手李咒林 将医生专业与音乐 带入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从脑部脑神经的连结说起 穿插耳熟能详的乐曲 用音乐疗愈人心 在场的各位大哥大姐们 也非常的活络 那大家非常的热情 那我想这个就是抗老化最重要的一个 当你这个还能够去参加这个活动 参加聚会 就是表示你的心态是好的 正能量 那这个就是抗老化的第一步 所以当你已经不想要去参加活动 已经拒绝朋友的这个邀约 这个可能就是老化的现象之一 请大家要多小心 我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的刘校长 帮我们举办了这个 李医师的一起抗老化的 我最大的收获是 因为刚好最近呢 可能就是也有一些老化的现象 所以也不太想出门 那听过李医师的这个课程之后呢 我发现到 要怎么样抗老化就是 要经常出来 跟大家做学习 那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尤其李医师有一首歌叫做 老伴 我听了真的好感动 我回去也会好好把这首歌呢 学起来 感情多谢 疼惜老伴 跟着医生唱 心灵被疗愈了 退休后的抗老化生活 真的要多出来走走 学新知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今天来参加李医师 这个抗老化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收获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退休以后 也不知道往后退休 要怎么走出来 藉由今天的活动 其实是给我们 给我们刚退休的伙伴 可以跨出这一大步 因为待在家里面 每天只顾了遥控器 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握人生的 李医师呢 他用音乐 加入这个抗老化的元素 你看让长者呢 听得都非常的开心 抗老化的这个 有音乐 有专业 那真的是让他们收获满满 而且不会觉得很无聊 非常有趣的 从分享中更了解自己的情绪 也寻找自己面对状况的情绪反应 用音乐陪伴喜怒哀乐 心被治愈了 身体也就荣光焕发 成功的抗老化 记者蔡小芸采访报道 台湾的新移民是越来越多 好手艺带来了家乡味 要等你来看 基隆这一家巴基斯坦厨房 店内受欢迎的烤饼 沾上浓郁的咖喱酱 充满了中东滋味 在享受异国美食时 还能听跨国夫妻党的爱情故事 面团饼皮在双手上不断右拍右甩 接着放进热腾人的壁炉上 伴随来的香气 让面皮渐渐出现了膨胀 像是在跳舞一般 脆脆的 然后摇起来有一点点小小的嚼劲 然后不会说一撕就马上就断掉 这一道烤得酥脆坦都里薄饼 用手撕来香Q带尽 沾上新香风味的咖喱酱 让人一口接了一口 做出一手好饼就是充满中东美味 来自于浓眉大眼 古关深邃的巴基斯坦人阿里 他说他跟台湾的女人结婚 他来了台湾 然后他在这边做一些食物 他说台湾人很好很nice 他也希望把好的食物给台湾人吃 阿里和老婆李佩华 从跨国相恋相思相守 在台湾落地生根 由于穆斯林吃东西很严谨 阿里就决定自己动手做家乡味 两人好不容易开了店 还成为基隆唯一有清真认证的餐厅 然后搭配一点辣的杏下道 所以吃起来味道很香 然后其实也可以搭配着 因为怕辣的话也可以搭配着优格 然后一起来做食用 那它会让饼更湿润 然后吃起来更容易入口这样 对咖喱的感觉是好像味道很重 会盖过食材 可是这个不会 清真认证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穆斯林吃的食物 所有的规格跟要求 我们这里要符合这样的标准 才能达到一个认证的一个标志 对 那基本上第一个环境一定要很干净 食物一定要很清洁 那我们所有的那个配备 还有厨房的设备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硬体设备 都不能碰到猪还有酒 甚至于连于所有的一些副食品的 就是任何的那个食物的连结 都不能跟猪有关联 近年来天气逐渐炎热 为了宣导节约用电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趁着清明廉价到建国假日花式 向民众分享各种节电的小paypal 同时安装台湾电力app 就可以使用多种的缴费方式 并随时掌握电及账单资讯 方便又省时 大小朋友玩着扭蛋机 除了可以将扭蛋免费带回家 也顺便了解节电资讯 为自己省荷包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同仁 趁着清明廉价 来到人潮众多的建国花式 向民众分享各种节电小paypal 还有全新改版的电费单 我们台电也推电子账单 电子账单每一期的那个电费 可以回馈十块钱 所以也希望民众能够跟台电申请电子上单 台电公司在四月份 我们有新的电费单已经改版了 它的那个视觉化的效果 会让你更容易阅读 那我们也增加了一个节电资讯 让你在收到电费单的时候 可以比较一下 你的用电量有没有比过去节省 那提醒你要做节电 由于天气逐渐炎热 民众开始吹电扇冷气 用电增加 除了呼吁民众可以考虑逐渐 太换家中老旧电器 也鼓励民众多用网路 少走马路 下载台湾电力APP 就能随时掌握用电及账单资讯 那这个APP非常的好用 就是说它里面除了用电资讯 历史资讯之外呢 它还可以让你缴电费 非常的方便 那不论你是去超商缴费也可以 用信用卡缴费也可以 都非常的方便 那最后就是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民众家里如果有一些耗能的 不是非常老旧的用电器具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更换成节电的 有节电标章的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除了让你可以省电费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说 聪明的用电 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同仁 利用休假时间来到花式摆摊 用行宣导节电资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聪明用电 省荷包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科技大楼站停车场 新建工程举办动土典礼了 北市府赤资8亿 将打造一栋地上6层 地下4层的多功能大楼 除了提供汽机车 自行车等停车空间外 还规划了日照中心 里民活动中心等多元服务设施 工程预计在114年4月完工 在武师的热闹演出为动土典礼带来好彩头 科技大楼站停车场新建工程 4月7号上午举办动土典礼 副市长彭正生率领市府团队及当地里长一同上香祈福 未来这里将新建一座多功能综合大楼 让当地居民都相当期待 停车场用地顶多就是盖个 以过去的方式是盖个停车塔 但是停车塔虽然可以解决 我们里内的不封停车问题 但是也是一种浪费 也不是很漂亮 所以现在我们改为多功能的停车场 除了可以停汽车 停摩托车 停脚踏车 停U-bike 也可以把这个龙森里的活动中心摆在里面 还有拖音中心 还有老人的日照 一些公益活动 包括展览厅 演讲厅等等的活动 以后我们龙森里就可以在这边办 占地552坪的基地早期是军方建设 改建后将成为地上6层 地下4层的多功能大楼 停车场部分除了自行车停车空间 还有U-bike 租轮站 另外还规划了113个汽车阁与196个机车阁 并且设置连通道可以直接进入捷运站 副市长彭振生希望在兼顾工程品质的原则下 能够如期甚至提早完工 希望在牧林措施做好的时候 工程品质做好的时候 能够如此 如期 更希望是提早能够来完工 你们是表定114 刚刚我听这个处长说113年 大概就可以加紧完工 所以我希望能够照 照我们这个停管处的意见 以及各地方这个里长 领域代表意见能够提早完工 停车场新建工程 预计在114年4月完工 将以全新面貌呈现给市民朋友 提供便利优质的停车空间 以及多元的公共服务设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我们下期见